大家好,欢迎来到曼谈投资理财频道,我是Mike,今天是11月27日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 前几年经常收到OpenDoor的信件,每次都告诉我的出租房值多少钱 我以前都不在意,以为就是一般的房产投资公司买地卖高的官用手段而已 不会给卖家一个好价钱的,所以一直不加理财 但是近年以来,随着iBuyer名声在外,开始注意到OpenDoor每次给我出租房的报价了 当我把它给我的报价跟当地的同类房卖家相比,不比不知道一笔切实吓了一跳 给我的报价居然比当地的同类房卖家还高了一些 他们不是买地卖高吗?他们给我的这个报价是不是有坑呢? 刚好自己走我的一个眼神投资房的房客搬走 我就让房产管理公司把房子请人打扫干净 和给室内钱做了一些简单的油漆之后 并和OpenDoor联系上,想搞清楚他们是如何做生意的 好,这一集就跟大家聊一聊OpenDoor的整个iBuying过程 以及OpenDoor和OfferPay之间的对比 最后分析OpenDoor现在是靠啥赚钱,钱是干货 相信大家听完之后会收益不前 此处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好,让我们开始进入主题吧 第一步OpenDoor的转报价 因为这个报价不是最终的报价 这个报价会通过视频检查房子内部后 根据房子的状况,经过相应的调整 可能在转报价基础上会上涨或者下调 这一步一般两三分钟就能完成 首先进入OpenDoor的网站 输进要卖房子的地址 然后OpenDoor显示出这个房子的一些数据 包括几个卧室,几个卫生间,多大面积,几层高 哪年建的,有没有吃库等等的数据 让你确认对不对 还有就是储存的countertop是用什么材料的 以及有没有物业管理公司等等 然后OpenDoor的转报价就出来了 当时我看了给我的转报价 我觉得跟市场价差不多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就跟OpenDoor开始了下一步 第二步也是很简单 就是跟OpenDoor定好一个时间 大约15至30分钟左右 通过视频讲查房子内部的状况 刚开始我还纠结怎么做好这一步呢 就和OpenDoor指定负责我这个房子的工作人员 商量我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因为这是衍生投资房 我不可能飞到这个出租房那里 跟他在视频里展示房子的情况 我问他是否让我的PM 也就是物业管理公司代表我 但不知我的PM愿意不愿意 或者有没有空帮我这个忙 没想到OpenDoor这个工作人员 出乎我意料 这样的跟我说 其实你只要给我一个五分钟左右的 有关室内每个房间状况的视频就行了 我想这个行 随后我就请了PM 在和未来住客观看房子的时候 顺便给我拍一个五分钟的视频 当我把视频用OpenDoor指定的连接 上传给OpenDoor之后就进入了第三步 第三步就更简单了 就是OpenDoor跟我约好一个时间 派人来检查房子的外面的状况 不用进到房子里面 如外墙啊 窗啊 屋顶 墙后厌和空调 看是否需要维修 如果有的话会给你一个维修的费用 我本以为肯定要等好几天才会得到OpenDoor的答复 没想到在OpenDoor检查房子 外面的状况的当天晚上 OpenDoor就给我发信息告诉我最终的报价出来了 第四步最终报价和其他费用 最终报价十天内有效 比我早前的转报价高出了近百分之四 我猜可能是OpenDoor通过视频和现场考察 觉得房子里外的状况比想象的好吧 如果不如意想到好的话 可能最终价格会下调 所以这个最终价格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过还不要高兴的太早 他们的费用是service fee 也就是服务费用5% 这一点可以理解为 如果把房子放到市场上卖 付给买卖双方经纪人的费用 不过有点高 因为现在一般都是4%到4.5%左右 有的卖方经纪人为了钱到生意 3.5%也常有 所以这个5%的这个费用 比市场卖高出了1%左右 另外还有一个维修费用 相当于0.9%的房价 我问的OpenDoor 负责我这个房子的工作人员 被告知空调和屋顶需要小维修 这个我觉得有点高 因为屋顶我不到一年前 还请人检查了一遍 空调也正常的工作 也许OpenDoor 这个费用是以防万一吧 到了这一步 我就要做出选择了 接受还是不接受 如果接受了 就进入了第五步 不接受了也没问题 就当做和iBio打交道的一个宝贵经验吧 第五步 如果接受了 就接着签合同 定好一个日子 过户 日子可早可晚 我有位朋友 拖了两个月之后才过户 就是为了办1031 这也是可以的 分享完了整个过程 我个人的体验就是 OpenDoor工作效益非常高 做决定快 卖家进退自主 因为即使签了合同 在过户前24小时 卖家还是可以退出的 OpenDoor出的最终报价 比市场价稍微高了一些 差不多高了3%到4%左右吧 当然这是case by case 这里我说的只是我的情况 计算引擎给的报价 比市场价还更高一些 因为Zero最近推出了iBio的市场 OpenDoor的竞争力少多了 我的一位朋友五六月份时 Zero居然给他的最终报价 比市场价高出了10% 让本来不想卖房子的他 最终乖乖的把房子卖给了Zero了 不是too good to be true 而是too good to refuse 即使OpenDoor有5%的服务费用 和0.9%的维修费用 最终竟拿到手里的钱 可能还是卖给OpenDoor的会高一些 还有作为卖方 你省了很多时间和烦恼 这里你需要做的事 就是拍一个房子室内的视频 和签合同 以及关户时再签一些文件 在我这个例子中 我觉得卖方和OpenDoor的合作是双赢的 OpenDoor确实给卖方提供了很多便利 最终的报价还高于市场价 相反 至于OpenDoor对买房子是不是福音 是不是双赢 就不好说了 起码从Jero这前几个月的稍稍住来看 对买房子简直是噩梦 因为Jero最近突然退出了iBio市场 从老三变成老二的OfferPet 跟老大OpenDoor相比有何不同 凭着这个好奇心 也为了帮观众多了解iBio的运作 我同时也在OfferPet网站输进我房子的信息 碰巧我这个远程投资房所在的地方 这几大iBio公司都在那里运营 OfferPet问的问题冥想多了一些 不过也在三至五分钟之内就能达完 跟OpenDoor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OfferPet这时候没有给我的转报价 而是让我一定视频电话的时间 展示屋里的状况 因为我本身不在房子那边 所以我就直接把室内 各个房间和室外前后院的照片 发过去 立刻OfferPet就发过来一个连接 要我和OfferPet的当地工作人员 定好一个电话谈话的时间 我选择当天的电话谈话 在谈话中 我被告知OfferPet的最终报价 比市场价格低了5% 我比较惊讶 怎么OfferPet和OpenDoor的 给我的报价差那么多 怪物的OfferPet的市场占有率 是OpenDoor的20%左右 因为OfferPet的报价太低了 很多卖家都不会卖给OfferPet 而选择卖给OpenDoor 自从另一方面解释了 为何Jero在今年的第二第三季度 为了占有市场 不惜中金高价抢房 看来这个市场占有率 是用金钱砸出来的 如果我同意OfferPet的报价 接着就可以和他们签合同 在签订合同15天以内 OfferPet会派人到房子 那边检查房子 然后如果有什么东西 需要维修的话 再告诉我维修费用 这一OfferPet的服务费用5% 和过户费用 这些跟OpenDoor是一样的 差别就是最终的报价 和维修费用上面 好比较完了 OpenDoor和OfferPet 我们可以看出一样的房子 OfferPet买卖房子的利润 肯定比OpenDoor要高一些 因为OfferPet买入价就比OpenDoor低了不少 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 OfferPet的报价虽然不会吸引很多卖家 但是OfferPet稳扎稳打 往一前到了房子 利润空间就比较大了 这跟传统的House Fripper的炒饭理念更接近 就是买低卖高 而OpenDoor虽然不像Zero 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成本 但是为了保住Ibuying中的龙头老大的地位 OpenDoor确实给卖方报价比较慷慷 吸引了更多的卖家 但利润空间不大 有时候只好亏着卖 希望能从服务费用里面得到弥补 如果将来美国房市下行时 OpenDoor的风险就会晃大很多 毕竟从2014年到现在 OpenDoor每季度都在亏钱 而这几年美国房地产 正处于美国历史上最大 之间最长的牛市 好 这一期通过我最近跟 两家美国最大的Ibuying公司 OpenDoor和OfferPay打交道的经历 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不同 和我的一些感想和看法 希望大家听完了有所收益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一期的内容 别忘了留言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和聆听 下视频再会 Bye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